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明显 这是人类祖先所食的禁果 而且他们用了魔鬼兽的数字 根据启示录十三章十八节 兽的印记是666 各位 请警醒 苹果公司用了禁果 作为公司的标志 第一部电脑卖666美元 然后陆续推出 有眼睛作为名字的 iPod,iPhone,iPad i那样,i那样 我们都知道共济会 数字不尽的产品 都是以眼作为标记 难怪他们不同的产品 都以眼来命名 现在不单止有禁果作为标签 还以666美元作为 第一部苹果电脑的价钱 和这些真是巧合? 会不会呢? 有些苹果商店 以金字塔的形状来兴建 我们都知道 共济会经常用金字塔作为标志 Novus Odus Eclorum 就是共济会推出的新世界秩序 这是秘密的组织 但已经通了天的是 他们都是崇拜撒旦魔鬼 正方看的苹果商店 大家是否认得 这个都是崇拜撒旦魔鬼的建筑? 这个都是共济会经常使用的标志符号 大家要知道这些象征意义 各位请警醒 到底共济会想透过科技推出什么计划? 首先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时间表 他们计划扮演神 他们想变造神 于是迷惑人类去跟随他们 但是基督徒都知道 跟随撒旦的结果 就是被神叼入火湖地獄 他们推出所谓的全面进化 Transcendence 其异点 人类基因机械化 Singularity 他们以为利用科技植入人体装置扮演神 他们想利用神经机械扮作神 这是共济会的最终计划 而最讽划的是 人人都追随各种科技 透过各样的新发明令人变得全资 能够掌控所有知识 因为只要你轻轻地调校对准 预先在脑中植入的晶片 就可以令自己的脑直接连接到整个网络世界 于是人类就可以变成全资 而且还可以长生不死 令人类变成永恒 各位警醒 他们想要扮演神 但是圣经说 跟随他们的都要落地獄 这个将会是撒旦魔鬼邪恶的医疗保险计划 精神错乱的人才会幻想要扮演神 现在他们妄想利用科技 去令人变成半人半电子半机械化 大家一定要知道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事 共济会将会如何利用苹果产品去稀控人 令人追求渴望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热烈地追求了 666受印系统是先进的新科技 欺骗人类会进化下去令人意切期待 今天已经摆在眼前 很多人都渴望苹果的新产品 这也是为最终的欺骗行动预先铺路 半人半机械的变种人就是他们推出的产品 新款的智能手机已经推出 就好像宣传最后的信息似 接受666受印 人工智能AI已经在全球推出 神照着自己肖像做人 如果人丧失了本来的DNA 接受魔鬼的兽印 神的灵就不会在他们里面 如果人类变成兽 魔鬼就可以进去 进入到人的脑部思想之中 控制人的思想 妄想变为神 其实变成的是邪神 这一连串令人觉得非常吸引的新发明 例如在手上或头上 植入RFID微晶片 和其他思想操控的科技 首先由对智能手机爱不释手 然后是智能手标作为买卖交易的方法 将来就会变成强制性系统 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 这是关乎人类的永生 一旦接受666受印 就要丢入烈火地狱 他们会逐步增强推广 令人逐步接受这个迷惑 现在,共济会已经计划要取消现金交易 他们计划周长 想创造非现金交易世界 到时迫使所有人进入微晶片 他们计划的步骤 首先是取消现金买卖 向大众推销信用卡付款 现在,全美的信用卡 已经取代为晶片卡 他们已经将晶片应用在信用卡上面 他们要令大众习惯使用晶片科技 然后就会取消信用卡 最终要人人都将微晶片植入体内 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计划是逐步扩大 只是几十年 他们就已经成功在全球推展了信用卡 当我们看到他们朝着 非现金交易系统方向前进 然后就会变本加厉 推出共济会的变种人进程 不是说科技不好 令人悲哀的真相是 要坚决拒绝魔鬼害人的邪恶科技 敗坏堕落人类基因 妄想弹演神 最近他们还发明了复制人 clone 变种人 transhumanists 全面进化 transcendence 半人半机械人 singularity 各式各样 所以我们无要警醒 抵挡撒旦魔鬼的诡计 要用神的真理促要去辨明所谓的科技 因为耶稣说 这个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患难时期 众所周知 苹果把新产品视为高度秘密 于是苹果有自己的秘密警察部队 他们称呼这个部队为环球精忠团队 苹果从员工队伍之中招募演术 监测公司任何可疑活动 将任何可疑事件 回报给苹果的秘密警察部队 每当有涉嫌信息泄漏事件发生 传闻中的环球精忠团队 就会在苹果公司的办公室跟踪罪犯 所有员工的手机都必须自愿地交出来接受检查 事实上 这个团队的反泄漏活动远远超出了苹果公司的范围 2011年 据说苹果公司的秘密警察部队 冒充美国的执法警察人员 搜索一个家庭尋找iPhone的样板 苹果被广泛批评为 任何妨碍他们统治世界理念的障碍都要清除 牺牲他工人的健康和安全都在所不惜 2010年 苹果中国的主要生产商富士康 18名员工企图自杀 造成14人死亡 根据前员工描述苹果公司的情况 类似于强碧牢教所 员工要住在极碧的宿舍 日常所需有严格的配额 经常公开收入员工 员工受到不断监视 工厂也幅必须写着 艰苦的环境是美好的事情 傅士康为员工进行心理测试 声称是回应弱势员工的需要 为了要防止多人自杀 实际是强制性安装监控网络 在建筑物整个范围之内 苹果认为他正在与傅士康合作 改善员工的待遇条件 但最近的事态发展 继续令人感到质疑 最少有13位员工被医生判定 是因为生产iPhone手机的时候 接触到有毒发行物质 而幻想了致命血咬 无处不助的苹果电脑标志 它的起源一直是神秘的来源 自1976年揭幕以来 一直都引起争语 由平面艺术似的家 Rob Genoff 创作 那个标志以采用苹果为特色 并且在苹果的右边被咬了一口 英文咬字的读音 和Byte电脑容量为元组相同 据公司的官方公司历史声称 苹果是参考一个早期版本 以忽现万有引力的科学家牛顿 坐在苹果树下为特色 不过来自前苹果执行高层主管 G. Lewis Gaze 就承认苹果标志有黑暗的暗示 圣经解释了 苹果标志指向无政府主义 和追求分辨是恶术 魔鬼知识的欲望 隐藏着从创世记一直至今 魔鬼都引有人类去吃的 分辨是恶术的果子 Lun Sang 展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受痛苦的燕王上墓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寿和寿仗受他名之人忌的 昼夜不得安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